镜头回到国内来 来看到在台北的天气虽然是冷嗖嗖的 不过呢在南台湾高雄中学体育馆里头 却是热血沸腾 HVL高中篮球联赛的复赛 今天是已经进入到了第四天的赛程了 晋级八强的第一支队伍呢 今天也出炉了 对 来自汹汹的是高雄地主球队三名加伤 今天他们在以80比73的比数 击败到后中高中 在B主拿下四连胜 率先晋级准决赛 绝对的身高优势 拥有三位195公分高长人的三名加伤 掌握篮板和得分机会 一路压制后中 顺利以80比73获胜 拿到八强分票 前锋陈波良拿下全队最高的27分 外带9篮板4火锅 蔡阳明也有双十演出 教练谢于娟认为几位长人还有进步空间 最主要高个子今天也有专注力不够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 反正我的目的就是想办法要赢球 我并不觉得三塔好用 三名能够顺利以四连胜 成为第一支晋级八强的球队 除了三塔功不可没 阵中的前锋阮宇轩有板凳出发 在复赛阶段贡献许多篮板和火力支援 被教练视为球队中的灰姑娘 今年我们就一直改他去做小前锋 那事实上就是动作还不怎么利落 可是他那个冲墙篮板还有就是他的拼近 还有他的速度 甚至于在球场上的理解能力 都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 所以我觉得他很像我们球队的灰姑娘 以前是打进区比较多 这次就拉出来投外线 然后做一些前锋的动作 由怡祖球队出身 阮宇轩期望自己能够持续做好板凳工作 替球队争抢更多篮板 不让灰姑娘童话成为谈话已显的故事 U电TV孙传贤张一琪高雄报道